打开新视野思路全接触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思路新视野 思路上正在发生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首先我们进入思路全扫描 当地时间5月13号 中国第二批71吨民生物资 运敌委内瑞拉首都 加拉加斯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李宝荣 向委内瑞拉政府转交了 这批由药品和医疗耗材组成的民生物资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的中原海运港口有限公司 收购秘鲁前凯港口 补权项目交割仪式 13号在秘鲁总统府举行 毕鲁总统比斯卡拉在仪式上表示 交割仪式是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前凯港口建成后将成为南美洲大陆 重要枢纽港 太平洋沿岸物流中心 推动地区贸易和拉中贸易发展 由中国政府援建的柬埔寨国家体育场项目主体结构 5月12号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正式封顶 柬埔寨国家体育场项目建立面积约8.24万平方米 可容纳6万名观众 该项目预计于2020年底完工 将成为2023年东南亚运动会的主要场馆 5月16号2019思路经济国际论坛 在西安财经大学召开 来自加拿大德国及国内著名高校研究机构的 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新经济新动能 以及大数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等主题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继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本周在西安圆满落幕 回顾本届四伯会可谓亮点分成成果丰硕 主题论坛重要会议投资贸易促进活动 主兵国活动等六大板块 共30多场活动及相关展览展示 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和企业 创造了交流互建的机遇 构筑了务实合作的平台 西藏自治区作为四伯会上的常客 在本届四伯会上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与五家知名企业 成功签订五个投资项目 总投资达18.98亿元 取得了丰硕的招商成果 我们来主要应该是在三个方面的企业 第一个企业就是我们的现代农业和现代木业 以及我们的农户产品加工业 第二个大方面就是以文化旅游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同时这一块跟西安这一块也想能够建立 就是按照以往的唐宝古道这种模式 能够建立跟陕西建立更紧密的在文化里面上的合作 第三个方面呢 也就是围绕着我们的服装 包括一些水的开发等劳动秘性的企业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 不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成果 网友华说 本届四伯会给西藏带来新合作新商机的同时 也让更多人了解西藏 为西藏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首先呢 它是一个推介的平台 这样呢 能够通过这一个平台来 就是把我们餐会的各个地方 各个企业能够介绍出去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联系的平台 可以把我们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和相关的一些省市 以及相关的企业聚合到一圈 让大家呢 能够有认识 能够有联系 第三个呢 我想呢 还是一个 扩大开放 提升认识 这种一个平台 只有大家见得多了 失了广了 我们的认识才能提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江苏省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本届四伯会江苏展区再放大招 推出一批创新型企业和项目 吸引了海内外客商的关注 我们这次展会呢 带了两款产品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轮式巡检机器人 还有一款是防暴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 这一款呢 防暴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 它是代替我们这个消防员 进入高危的场所 进行远距离的灭火 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员的伤亡 在湖北展区内 一家主打智能视觉处理的企业吸引了不少目光 展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该产品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视频车辆检测器 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一个视频车辆检测器呢 就是要为了替代 卸用目前的那种破坏地面的那种地磁和磁感线圈 然后对那个车辆的那个流量做检测的 这种同类型的产品 目前就是比利时的一家公司 叫Traffic 是有这项技术的 我们这个算是相当于在国内也是首创 在本届四伯会期间 这家企业已经和陕西省信息化研究院等多家高效科研机构 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位于B3馆的中建钢购 是中国最大的钢购产业集团 本届四伯会他们带来了慢行交通系统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等四大重点产品的展示 以慢行交通系统为例 我们在厦门建造了世界首条 也是世界最长的空中自行车道 所以也希望能通过此次四伯会 把这个慢行交通系统带到我们西安 在这边也能落地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动下 中建钢购阔布海外 成建了多个海外重点工程 打造中国名片 同时我们也大力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 在国外也承接了一些经典的项目 在北非我们承接了世界第三大清真寺 阿尔及利亚大清真寺 在迪拜我们也承接了阿布扎米国际机场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我们也为当地原建的一所小学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在我们一带一路的倡议下 茁壮的成长 一个个凝结着高精尖技术的项目展示 一次次握手合作的签约大单 这些瞬间都定格在第四届私博会的会场内外 私博会这一国际性会展 不仅成为商务合作的平台 也成为一带一路 严先各国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在西安区江国际会议中心 由俄罗斯 柬埔寨两个主兵国带来的 充满异域风情的文艺演出 与陕西歌舞剧院的友情出演相应声辉 让台下观众欣赏到了三个国度 不同的文化风情和艺术展示 我们这次总共有六个艺术代表团 大概有60名演员 来自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的演出团 为在场的观众带来了 众多丰富多彩的节目 这些节目不仅保留了 俄罗斯的传统民族特色 还将观众带入了一个 极富个性色彩的俄罗斯文化世界 当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响起 现场很多观众的热情瞬间被点燃 因为我是70后 就是本身对这个俄罗斯文学和一些 原来的一些俄罗斯一些歌曲 比如说R数能详的 莫斯科技和郊外的晚上啊 卡丘刷呀 这些都比较喜欢 今天能清零到这个东西来看的时候 很激动 我觉得能显示出人家这个国家的 这个这种水准呢 还是很高的 通过今天的表演 我也看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 非常热情的民族 所以我将来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想一定去俄罗斯 去莫斯科 去斯大林 然后去很多地方去转一转 我们车里亚宾斯科州的艺术代表团 是乐器演奏团队 也是乌拉尔国立舞蹈剧院的 乐器演奏团 这次的节目保留了乌拉尔地区的 民族特色 同时还添加了一些现代色彩 也正是因为这次司博会 我们才有机会和不同国家的人接触 互相分享彼此的文化和价值 这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提到与陕西省之间的合作 杰尼索娃表示 这次文艺演出 在拉近两国文化距离的同时 也激发了两国文化合作的新潜力 对我们来说 尤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能和贵省 和西安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 其中包括文化方面的联系 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 贵省的文化艺术团 能够来我们俄罗斯进行交流与合作 采访间隙 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 柬埔寨演出团团长 索基亚金兰的出现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我今天身上穿戴的都是 我们柬埔寨的传统服饰与饰品 这个是耳饰 这个是手镯 手镯要戴必须戴一对才行 这个茉莉花手环代表的是吉祥与和平 还有这些项链腰带 包括专门表演传统舞蹈穿的裙子 这些都是我们最隆重的装扮 这次我们演出团给大家带来了 终简友谊舞蹈 月亮舞蹈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舞蹈 也希望能借此机会 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我们柬埔寨 让终简友谊渊源流长 一带一路沿线文明多样 文化差异明显 而音乐与艺术可以跨越民族 文化 地域和历史 促进各国文化互建 增进彼此间的文化认同和互信尊重 来自民间的声音 来自民间的艺术 民间之间的交流和交往 上下连成一同 我这非常好 关键在与明星相通 我这种文化形式 促进明星相通 能结合好的作用 通过这个节目 也能感受到四周之路 一带一路的这个 宏伟这个目标呢 我们也一定会实现 在本届四伯会上 主兵国之一的俄罗斯 围绕经贸 教育 卫生 农业等领域 举办了七场推介洽谈活动 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 我们一起来了解 很荣幸作为主兵国参加这次四伯会 我觉得这次是个开拓 关于这次的四伯会 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非常好 确实能力 近年来中俄两国双边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连续八年保持俄罗斯第一贸易伙伴国地位 俄罗斯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排名第十一位 在中国陕西俄罗斯经贸合作洽谈会上 中俄双方签署了乌格拉中小企业出口导向型主体协调中心 与中国西部和华北企业网络协议 秋名仪器制造厂有限责任公司 中节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和河南金融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在丝绸之路教育合作交流会上 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等六所高校 分别与俄罗斯多所高校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中国陕西俄罗斯卫生健康圆桌会议上 来自俄罗斯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卫生厅厅长表示 此次斯博会更好地增强了双方卫生医疗方面的交流合作 这一次斯博会为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非常好 我们也是在论坛期间和陕西的医院进行了 关于创伤急救 紧急医学救援等方面的分享和交流 同时我们打算以后与陕西省以及中国的其他省份 进行广泛的医疗合作 不论是在医生人员交流还是在高校之间的合作 希望越来越多 在此次斯博会期间 俄罗斯也充分展示了他们在农业资源方面的优势 比如说库尔干州是乌拉尔地区的一个州 生产非常高质量的粮食 还有畜牧肉 还有鱼肉 而且这些产品都是纯天然的 都是原生态的产品 中国消费者一般对这些产品会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贸易方面的合作空间也非常大 而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市场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也是占有效的地位之一 当谈到未来的合作 楚卡诺夫说希望进一步促进陕西与俄罗斯的交流 加强旅游合作 我们这次到来是做专机来的 意味着我们与陕西省没有这一航班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也可以开展合作 比如说叶卡捷林堡是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中心城市 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中心城市 到西安的这般航班可以实现 另一个合作前景方面就是旅游业 我觉得我们在乌拉尔地区有很多非常美丽的地方 包括亚马尔半岛 车里亚宾斯克州等 近几年已经有很多中国的游客到我们地区旅游 斯博会作为国际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国际关注度不断提高 此次共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位媒体记者 参与了本届斯博会的宣传报道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眼中的斯博会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和丝绸之路相关的国际论坛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斯博会中包含的合作项目和合作计划 都有着非常高的质量 我想他们能够帮助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进一步发展 第四届斯博会的举办显示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的意愿 也为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做出了贡献 在展会上我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 尤其是先进技术方面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 包括进出口贸易等 在斯博会期间我看到了各国文化与生活方面的内容 也在斯博会上看到了各个国家的医疗发展内容 但在技术领域和文化领域方面我的印象最深 所以我认为斯博会真的是促进各国间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斯博会不仅让外国媒体朋友看到了中国在各领域所取得的发展成就 而且也让他们更加精准的捕捉到了两国未来的合作空间 这个新西兰的观众吧 对于这个中国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旅游方面 还有就是中国的商贸方面 因为2019年是中兴的旅游年 所以说我希望下一步中兴关系可以围绕旅游 在旅游方面展开更多的经贸合作 包括更多的中国企业可以到新西兰投资 更多的新西兰商品可以进入到中国的市场 由于几内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 这次斯博会上我注意到了扶贫减贫的内容 中国政府为了帮助人民脱贫 结合了当地的传统文化 把他们变成了产业 帮助人们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所以我也学习到了一些扶贫减贫的经验 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意义 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兴技术 能够帮助我们国家更快地发展经济等方面 所以这次我最注重的是这两个方面 希望借此可以启发我们国家以及其他国家 从而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 我在斯博会上看到了很多医疗发展相关的内容 展示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和先进的经验 对此我会进行报道 让我们国家的人民也能够了解到这些内容 除了参加斯博会 海外媒体团还前往兵马俑 汉中佛平等地游览观光 深入了解陕西 这次我有机会参观了兵马俑 从而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以及中国的文明 另外我在福平县也第一次看到了熊猫 太可爱了 同时还了解到了当地的政府 为了保护珍稀动物而做出的努力 真的受益匪浅 我觉得陕西省的发展是非常有特色的 在保护历史文物方面做得非常好 旅游业和生态保护方面 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汉中的时候 当地为了保护生态系统所做出的贡献 包括高质量的空气与环境 都让我非常的惊叹 谈到未来 几位媒体从业者纷纷表示 他们都很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 并且希望自己国家 能够与中国在各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我们国家从1959年开始 就与中国有了合作关系 据我了解 非洲包括肯尼亚很多国家 都有和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 在我的国家也有很多技术设施相关的项目 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 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一带一路倡议确实能够带来 很多机遇和挑战 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 一直在不断地加强 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也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我们非洲 让我们也能发展得和中国一样好 本期的思路新视野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俄罗斯的美景 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